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9 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9也称为维生素M 维生素BC叠锡骨氨酸以及叶酸 维生素B9被称为叶酸 是因为最初是在菠菜叶分离出来的 叶酸的英文Folic 源于拉丁文的Folim 也就是叶子的意思 维生素B9广泛存在于许多的食物之中 又以深绿色的叶菜类及肝脏含量较多 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属于维生素B群的一种 人体必须的13种维生素之一 主要是在小肠中吸收 摄取过多的部分会随尿液代谢 最主要的生理功能 是生成核酸 可协助蛋白质的利用 以及制造和修复 DNA、RNA 以及制造细胞分裂 需要的氨基酸利用与代谢 也是骨髓中红血球 合成到成熟所必须的维生素 所以在制造红血球功能之中 是相当重要的维生素 因此也称为造血维生素 维生素B9的功能 与维生素B12是相辅相成 导致维生素B9的摄取容易会让 维生素B12缺乏的情形较不易检查到 维生素B9的功能 1.协助造血 维生素B9 可协助氨基酸的代谢 及蛋白质的合成 也与维生素B12协助作用 是骨髓细胞 制造正常的红血球 白血球 以及血小板的物质 2.改善男性不孕 维生素B9 与男性精子发育有所关联 不足时容易影响精子的品质 因此摄取充足 可改善男性不孕的症状 3.保护心血管 当同半光氨酸过多 容易会伤害到血管 维生素B9与维生素B12相辅相成时 能够有良好的效果 避免体内堆积过多 同半光氨酸 降低心血管 以及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有保护心血管的效果 4.促进细胞的合成 维生素B9与DNA的合成及复制 细胞正常的分裂 新细胞的合成密不可分 对于组织的成长与修复 以及再生都有所关联 5.协助胎儿与婴儿 神经细胞的成长 维生素B9的摄取 会影响调节胚胎神经细胞 能协助腹中胎儿脑部 以及神经等正常的发育 所以怀孕妇女 需摄取足够的维生素B9 预防胎儿神经管缺损等状况 6.增加精神 维生素B9是腐霉的一种 可让能量运用更加有效率 因此能够让人有提神 与稳定精神情绪的作用 体内维生素B9需与 维生素B12相互合作 才能较容易发挥功能 在摄取维生素B9时 也需摄取足够的维生素B12 从受精卵开始 细胞会成不同功能的分化 整个过程都需要维生素B9的协助 在怀孕前 及怀孕中摄取足够 可帮助红血球的形成 避免孕妇疲倦 以及贫血等情况 维生素B9 对胎儿的正常发育 是相当重要的 在胚胎时 能降低与预防脑部 纯裂 脊髓的神经管机型 早产儿的几率 以及流产等状况 孕妇有充足摄取 也能够减少胎儿未来可能罹患 脑瘤 血癌 以及神经胚细胞瘤等 癌症的可能性 维生素B9缺乏的因素有 1.挑食 维生素B9的缺乏 最常是因为营养不良 挑食 结食 以及食物烹调方式不正确 因为维生素B9怕热 食物如果烹煮时间过久 容易造成维生素B9的流失 2.吸收异常 患有影响 空肠粘膜吸收的症状 以及疾病 容易会影响吸收维生素B9 造成吸收上的障碍 3.抽烟与酗酒 抽烟与酗酒 容易会加速营养素的消耗与代谢 以及抑制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 因此容易会有缺乏症状的发生 4.服用药物 一些药物 容易影响到体内维生素B9的浓度 例如 阿斯P0 避孕药 减肥药 抗生素 雌激素 质酸剂 降胆固醇药 抗颠险药 以及黄氨类药物等 都会阻碍人体对维生素B9的吸收 有同时服用中西药时 建议间隔1到2小时较佳 5.所需摄取量增加 所需摄取量增加时 容易造成相对的缺乏 例如 孕妇 哺乳妇女 贫血患者 癌症患者 肠胃症状等情形 这时 维生素B9需求的量 就会比一般人更多 6.咖啡因 咖啡因 会加速维生素B群的消耗 进而导致 维生素B9的缺乏 7.不当烹调 维生素B9不耐热 在大火热炒及细火慢熬时 容易导致维生素B9被破坏 8.茶类 茶类容易引起利尿的情况 造成维生素B9加速代谢 导致会有缺乏的情形 维生素B9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但却无法长期储存于体内 所以一旦缺乏维生素B9 就容易会出现液酸缺乏症 这是较为常见的营养缺乏症状 缺乏维生素B9时的症状有 1.贫血 红血球中的蛋白质 血红蛋白会协助将氧气从肺部运输送到身体的所有细胞组织中 当维生素B9缺乏时 就无法有足够的红血球 与血红蛋白让内脏提供所需要的氧气 因此会造成肌肉无力 手脚麻木 疲劳或是皮肤苍白等状况 2.身体疼痛 维生素B9缺乏 容易会造成贫血症 导致脑部获取的氧气量会降低 为了增加氧气量 脑部动脉会开始肿胀 引起头痛 当然 脑部并非唯一缺氧的器官 除了头痛外 也会连带引起胸部 腿部以及其他部位的疼痛 3.聚球性贫血 缺乏维生素B9 维生素B12以及矿物直铁 亦导致前驱红血球细胞 无法从骨髓被制造出来 使红血球细胞无法正常分裂 因此身体为了达到 符合人体血液的所需要量 造成不正常的变大 但并无法维持正常的代谢 严重会引起恶性贫血 造成中枢神经与脑神经的病变 甚至有威胁到生命的可能性 4.消化问题 维生素B9缺乏 有机率会出现食欲减退 体重减轻 恶心 呕吐 胃痛或是饭后腹泻等 肠胃道症状 5.心跳加速 与呼吸急促 维生素B9缺乏 会造成体内缺乏红血球 导致氧气水平较低 因此在平时 也容易会有呼吸叫喘 呼吸急促 不只有呼吸急促的状况 还可能会出现心率加快 心悸 头晕 甚至是昏厥等情形 6.失智症 有研究指出 血液中维生素B9含量浓度较低的人 较容易诱发失智等症状 大脑功能也会较弱 长辈维生素B9摄取不足时 也较容易导致失智症的发生 7.影响婴幼儿的发育 维生素B9缺乏 容易会造成婴儿成长发育迟缓 脑部 以及神经功能发育异常等状况 8.忧郁症 血液中的维生素B9过低 发生忧郁症的几率 会增高两倍以上 并且忧郁症 也会造成大脑功能上的状况 9.口腔与粘膜 口腔与粘膜容易会有 嘴巴痛 舌痛以及口腔溃疡等症状 10.生理 生理上容易会有 虚弱无力 疲劳 呼吸困难 抵抗力不足 影响精子品质 失眠 健忘 迷糊以及肠胃不适等状况 11.情绪 情绪上容易会有 情绪低落 忧郁以及暴躁等情形 12.长到异常 维生素B9缺乏 容易造成肠道吸收的不正常 间接会影响到 其他营养素的吸收 13.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维生素B6 维生素B9 以及维生素B12 其中一种缺乏 都容易会对铜半光氨酸有所影响 血液中铜半光氨酸就会增加 导致在血液中停留较久 会造成高铜半光氨酸血症 对血管会有极大伤害 也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使得心肌梗塞 与脑中风的风险增加 并且也会提高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铜半光氨酸 是身体代谢时 其中一种的产物 在血液中 容易伤害动脉内皮细胞 血清浓度升高时 易造成高铜半光氨酸血症 会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刺激平滑肌的增生 导致血小板 与其他凝血因素粘负性增加 最后使得冠状动脉管经变窄 使得血栓形成急避色 引发心血管 以及脑血管疾病的状况 需降低铜半光氨酸浓度时 增加维生素B6 维生素B9 以及维生素B12摄取的量 在维生素的协助下 铜半光氨酸 会转化成甲硫氨酸 身体能够再利用 或分解代谢 因此可降低铜半光氨酸的浓度 维生素B9 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可促进红血球与核酸的生成 怀孕期间 从受精卵开始着床前 到怀孕三个月 维生素B9摄取量不足 容易影响到细胞的分裂 影响最多的 会是细胞分裂较快的器官 如造血系统 以及神经系统 这状况亦导致胎儿 罹患神经系统缺损等先天性疾病 在成人可能会发生 聚求性贫血 与皮肤以及发色的变化 当儿童若膳食摄入不足 一个月之后也较容易 出现维生素B9缺乏的症状 维生素B9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过多的部分会透过尿液代谢 在正常摄取量下 并不容易会出现过量的情形 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导致疲惫 专注力下降 NK细胞活性降低 皮肤过敏 实体内维生素B12含量不足 肠胃不适 食欲不振 干扰新的代谢 胎儿的发育迟缓等状况 严重过量会提高罹患大肠癌 与社护腺癌等风险的几率 如孕妇摄取过多维生素B9 还会增加胎儿发生自闭症的可能性 维生素B9的食物来源有 1.蔬菜 蔬菜类有 菠菜、芦笋、萝卜、番茄、胡萝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蘑菇、芥末、芥末、甘蓝、玉米、无精、生菜、黄瓜、南瓜、青江菜、芥兰菜以及香菜等 2.水果 水果类有 肾脏、肾脏、芹肉、牛肝、猪肝、鸡肉、牛肉以及羊肉等 4.海鲜 海鲜类有 牡蠣、鲑鱼、鲑鱼以及鱿鱼等 5.奶蛋类 奶蛋类有 乳酪、奶类、蛋类以及牛奶等 6.坚果类 坚果类有 核桃、药果、栗子、杏仁、珍果以及松子等 5.五谷根筋类 五谷根筋类有 大麦、小麦胚芽、糙米、藜麦、葵花籽、马铃薯以及黑麦等 6.豆类 豆类有 黄豆、黄豆制品、点豆、豆甲、荷兰豆、蝇嘴豆、毛豆、青豆、花豆以及蚕豆等 7.其他 其他有 啤酒、酵母等 维生素B9广泛存在各种植物之中 又以深绿色蔬果含量较为丰富 在光线、热以及空气中容易流失 所以需存放在不透光的容器内 维生素B9也会因为水果过熟 及高温烹饪时被破坏 应尽量简化与减少烹煮方式及时间 并食用新鲜的蔬菜以及水果来摄取 维生素B5、维生素B7以及维生素B12能够促进维生素B9的吸收 但是如果大量摄取维生素C会使得维生素B9代谢增加 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B9除了透过日常饮食补充之外 也可经由保健食品来补充 当男性摄取足够 可使精子的品质更加 降低染色体的缺陷 因此能够减少新生儿 罹患糖是症候群发生的几率 在平常饮食摄取时 孕妇较难摄取到足够所需的量 所以在怀孕前后 需增加保健食品满足所需 且建议早餐后吃 吸收效果较佳 年长者身体容易有维生素B9缺乏 因此需要的摄取量也较高 在摄取营养素服用时 也最好请教医师或专业的营养师充分讨论 了解健康状况后 以最适合自身状态来补充 才是最恰当的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乔业您看到ımız 正式聊天 适合我 HBO 就在沒錯 呜呜